美国零售商的年度重头戏 黑色星期五开跑 不少民众趁机减便宜 线上购物的销售业绩更是翻倍成长 而根据了最新的数据显示 今年感恩节的线上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有9% 电门一开 民众蜂涌进入卖场 黑色星期五 不少民众半夜动起来 Oh my god It's so bad My toes are just now starting to unnumb But it is like 90 degrees out 民众裹着毯子彻夜排队 他们的偶像泰勒斯的新书 和限量黑胶唱片 黑色星期五当天开卖 We went out at 5am to go to Kohl's And we were able to get there Walking We arrived at 5.30am To the morning to avoid the traffic problem 晚点出门会碰上塞车 在卖场外大排长龙 购物即开始 店家纷纷祭出优惠 有的商品直接买一送一 还有店家开香槟 跟客人分享夜机长红的喜悦 加州这家畅货中心 商品全部打四折 有人装了满满两大袋等结账 通膨压力下不少民众在消费时审慎观望 但黑色星期五一到买气大爆发 线上购物更是狂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感恩节当天 线上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61亿美元 比去年的感恩节成长了将近9% 电子产品和玩具占大宗 为今年的购物旺季写下好的开始 刘勇伟编译 刘勇伟编译